2015年2月3日,美国中华茶总商会在美国福州三山会馆举行新闻发布会,正式宣告成立。 美国福州三山会馆主席王刚勇在发言中指出, 说起茶,每个中国人之所以倍感亲近又亲切,是因为我们是茶的故乡。 茶作为世界三大健康饮品之一,足迹遍及了全世界。 茶夫子在新闻发布会中说, 美国茶总商会的成立,便将有利于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。 以茶微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,从而体现了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。 茶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部分。 ICN记者周飞飞,李文,刘家,纽约报道。